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总降雨量 我们也可以大致认为 它是恒定的 就是这个雨要么下在这里 要么下在那里 比如说现在是梅雨时节 马上就要来了 梅雨主要是在长江带 长江这一带 那有时候呢 这个梅雨会偏北一点 但是再北 我想应该过不了郑州 就是天津跟北京 肯定是没份了 那在南呢 应该到不了广州 广州本来它这个气候 跟这个中间这个亚勒带 就有一些区别了 已经是 它维度太低了 那么这个雨带主要是 像从南京啊 往底下到武汉啊 再底下一点到南昌啊 这一带的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而梅雨在我们中国呢 应该算是降水最丰沛的 这个地方了 目前来说 那么这个降水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集主要说天津啊 带主要的大致焦点吧 那这个降雨这个 这个雨水这个问题啊 我前几年看了一个罗杰斯啊 这个他有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个评论 他说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你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当然将来最大的危机可能是水资源不够 这一点很有意思啊 这个角度 他不从这个债务危机啊 不从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社会发展的角度 民主自由这些角度去说啊 他反倒是从这个硬性的 水资源来来说 那刚才说完这个就可以理解到 北方现在的缺水程度 其实非常的深 我大概一年多以前 去甘肃待了大概十天的时间 那么那个甘肃有一条很长的河流 我在陆南地区啊 那个河道是很宽的 但是很宽的河道正好我去的又是冬季 那个水流量低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基本上啊 我就是跨一脚啊 一米左右 我稍都不需要跳 一脚就可以迈过去 就是一条小水沟啊 但是它河道宽度啊 那个桥从那里横架过去 是150米 宽一点的地方150米 窄的地方也大概要接近100米 这么大的一条河 就剩那么一点点水 那么大家都知道 北方你现在挖一口井的话 如果你要持续出水啊 出水量比较大 你的挖300米 甚至是几百米深 那这个呢 硬性资源现在来说啊 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现在有数据说 北方的一些城市 像石家庄啊 像特别是河北的 这个这个炼钢的这个大省 它本来每一吨钢 都要固定需要几吨水 那这样的话 将来水资源会更加的匮乏 甚至出现 完全没水可用的 这么一种情况 这个北京现在好像 你出租车洗车啊 你这个都要查 你不能从地底下抽水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来看 天津这个城市的发展啊 恐怕在未来啊 不光是天津 整个津津济地区 甚至啊 范围可以再扩大一点 那这个都会面临缺水的问题 那这个硬性的资源 恐怕很难调和 这是一点 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 中国现在城市的发展啊 那么以前说过啊 要防止摊大饼 但是我们前面说了 其实未来的城市建设 就是摊大饼 它这个就是趋势 你说建卫星城 这不现实的 不实际的 比如说我们看长山脚 跟珠山脚很明显 呃 这个上海这边啊 在偏北一点的位置 过来一点 是昆山啊 这中间基本上 没有什么农田 都是房子挨房子 一路过来的 啊 少部分有一些农田 但是不多了 昆山再过来 是苏州 苏州这个城市 很有意思 它的这个市中心啊 不像有一些城市一样 那么核心啊 不像南京一样 它原来是都城 从中间往外扩散 它就是很散的啊 到处都有这个镇啊 做加工贸易 做各种事情 那么这里 基本上连成一片 那么上海 这个下来一点 就是嘉兴 这个也是跟上海 挨的比较少 但是嘉兴的话 发育程度 没有这个 呃 昆山跟这个苏州 这么强 所以稍微显得弱一点 那么在未来呢 呃 这个城市圈 应该说我们就可以 把它定义为 传统的城市了 只不过说 它跨了呃 两个省 一个市 但它整体来讲 未来人口 可能还会增加掉两亿 甚至超过上亿人口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我们看 韩国 它差不多40%的人口 集中在这个首尔都市圈 对吧 这个5000万人口 2000万都在首尔 日本也是这样 3000多万人 在他们的这个 呃 东京 呃 这个城市圈 它总共就1亿多的人口 1.2亿 对吧 那也 这样的比例 也是相当之高 那中国除了长三角 这里一个大的都市圈之外 啊 像一个城市一样 啊 虽然说现在划分是 呃 两省一市 那 呃 当然还没提到南京跟 韩州 南京跟韩州 未来的话 也有可能慢慢的 就有一点连在一起的味道 但是确实挨得有点远 那南京跟 呃 呃 韩州 未来的话 可能就是上海的像卫星城一样 有一点像卫星城 因为呃 这个 很容易被上海吸走资源的 当然 这个 这个 韩州情况又有点特殊啊 呃 我们再看这个珠商角 珠商角也是这样 广东本身人口超过1亿 对吧 但是 整体啊 就是在 珠江的这个路海口这里 那么香港 跟深圳挨在一起 当然香港这个北 北面这里有很多山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好像未来要开发啊 北面这里要跟深圳也要建一个很多的这种 呃 这种高楼啊 也要连在一起了 那么不管什么说吧 深圳过来就是东广 对吧 东广过来是广州 广州过来是佛山 这么一圈下来都是人 基本上也是房子挨房子 未来估计也会超过两亿人口 就是整个珠商角 那长山角跟珠商角 未来的人口 恐怕都可以达到两亿 就是在这个路海的这个圈 珠江 路海跟长江路海的这里 那么大家都两亿 这样才符合未来城市的这个呃 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 因为我看那个国内有一个叫梁建璋吧 啊 是一位人口专家 同时他也是携程的创始人 他就经常说啊 国内的城市应该规划 朝三亿三千万四千万这个角度 其实我还是比较赞成他这种说法 确实应该这样啊 这个卫星城是没有效率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看这个天津啊 就会将来会越来越 呃 就是金金记这个地区 越来会越凋零 那么北京能守住他自己啊 依靠这个行政中心啊 这个文化中心 能守住他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就不错了啊 但是天津的话恐怕守不住 就天津的什么金融的优势啊 港口的优势啊 慢慢的都会越来越虚越来越削落 我们前面说过 我们人如果说协作起来 他就一个机制 就是只有一个首领 是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世界多极化的 最稳定的形式是一超多强 就像五年前的这个世界一样 美国是最强的 中国正在崛起 那么欧洲啊 十分十合啊 整体也不错 那么日本也不错啊 这个一超多强的这种局面 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也不错啊 这个是比较稳定 应该说也是到了忘不得已的时候 他这次这个脚步 应该算是所有的二线城市里面卖的最大的了 但即使是这个样 我们相信在未来恐怕 因为环境的压力 因为长三角跟珠三角 这两个巨头的崛起 这个天津仍然会慢慢的衰落下去 因为很明显嘛 对不对 这个中国最大的降雨带 梅雨这边 就是长江的这个流域 它的这个北夷的情况是不不确定的 你不可能说这个北方缺水 那就让这个梅雨 这个时候下雨都去北方 对不对 不像南水围掉来的这么直接 那么在未来 如果说北京经济 它也出现一个像长长脚 珠三脚这样 人口超过一个亿 甚至远期达到两个亿 你觉得北方的这个水资源 不说其他任何的 水资源能够供给一个两亿人口 保障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吗 恐怕不行 不光是两亿不行 一亿也非常有难度 恐怕能保证一个三四千万人 四千万左右的人口的这个城市 一个比较高质量一点的生活 这就非常了不起 那么这样一个体量 基本上北京自己就消耗完毕了 我们知道北京的 我上次住的那个酒店 它居然还有浴缸 我们知道北京应该是很缺水 对不对 但是你说北京作为一个首都 对不对 确实你酒店要是稍微好一点的酒店的话 你说你不敢摆个浴缸 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对吧 那个水打开来 流量很大 没有用什么节水那种设备 打出来都是浪 像浪 像那个泡沫一样 对吧 那你要保证一个基础的这个生活 那你基本上面 你只能去大量的消耗水资源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在未来北方这里 就只有一颗灿亮的星星 就是北京市 除非迁都 对不对 但迁都这个情况不行 本来这个重心 经济重心就在南方 在长长角 朱长角 你还把首都 比如说往南昌一千 往这个贵州一千 往武汉这周边一千 那怎么办 那这个整个北方不是没能要的吗 对国家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吗 天子守国门 政治中心 就是要有一个特殊的行业 而且从历史传承上面来讲 所以北京又不能帮 北京不能帮 你要供养一个这么好的 那只能是什么 你其他的地方慢慢的 这个资源的缩减 就是因为现在的地下水 按这种人口的话 它还在持续的下降 那总有一天会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 我们刚才说了 你这个雨带又不可能迁 你不可能能够降雨 降一下 你就把整个美雨的雨带都挪一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长江口跟珠江口 这黄的一带的 就像两座城市一样 中国未来就是 两个城市估计加起来 超过四亿的人口 这样的话比较符合 就是我们能一起协作的这种现实情况 未来如果我们人口稍微下降年 大概12亿到13亿的样子 那么四亿大概涨到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就显得比较有效率 两座超级大城 超级大城市圈 然后剩下的新兴点点的一些二线城市 遍布这个国家 这样的话效率利用起来就比较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深圳这次强能差也好 未来的很多二线城市强能差也好 很多它是短期的趋势 长期来讲就只有两个方向 也许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会更加的明显吧 但是这个趋势我相信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这个趋势能够成型是基于我前面说的 这个降雨缺水这个问题 因为降雨这个问题我并不是气象学家 我是以我这个有限的物理跟化学的这个基础知识 推论这个雨带的这个变化以及缺水的情况 也许会不一样的局面 那另一个呢就是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未来长三角牛一些还是珠三角牛一些 这个就真不知道了 这个就得开了好多年之后才看得出来 那目前最近十年好像珠三角发展的越来越快 不对 这个长三角发展的越来越快 珠三角因为香港地位下降也比较快 那么这个好像活力方面 就是特别是广州这边暗淡了一些 那么深圳当然活力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好在他有钱的找 基础好 很多人做事比较扎实 这个也是有他相当大的优势 未来就不知道是哪边更强了 这个大家自己猜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天津这个抢人才 就是说对底层的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不太同意我之前的这种看法 说你这个天津吸引人才 他就是为了填补房地产这个空缺 就是为了把天津的房子卖出去 那个滨海新区那么那么多高楼 对吧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我就说点大家 我就从一个新一点的角度去说 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说中国还要往上走 它必须成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要不然它就上不去 这是一个国际经验 这是一个基础知识 对不对 你看我们看很多国家 哪怕像这个马来西亚 特别是南美的国家 南美国家是最明显 对不对 一直没起来 中产阶级起不来 腐败还是很猖獗 一直就上不去 那这个中产阶级它就必须要有 那中产阶级要壮大的话 你必须让一些准中产阶级 他们具备文化知识 具备工作能力 具备奋斗的这个积极向上 这个意向 你就得去给他一个资源 给他一个身份 给他一个保障 教育医疗的跟上 成了你是这里的这个户口 把你作为自己的公民 让你安心的去干活 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够让社会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中上层一些企业家 一些很多人 他们的价值也榨取的差不多了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前面说的 它是越来越低的 你以前八九十年代 你靠勇气 靠摆个摊上起来 然后再就挣不少钱 再开个放店 接着再买个五套房 十套房 你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或者是你开了七八十几家 这个连锁的放店 但是你未来呢 这个你对社会贡献 还有这么大吗 对不对 现在火锅店到处都是 不要太多 你对人来的贡献 也没有这么多 必须找新人 你这个社会才能接棒 你就只能向下层要力量 要不然怎么办呢 对不对 当然你要想最底层的那种 农民工啊 年纪又偏大了 你要说去照顾他们 我觉得现在恐怕这个国家是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 目前还没有这个迹象 但是未来的话 我觉得慢慢也要做 因为你如果说他们的工作都不稳定 没有任何收入的话 这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再联想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底层他们很重要呢 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底层 对吧 哪怕干浪星做得很好的 他们都有底层 但是中国底层应该说 苏联还是太庞大了 而且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程度 很多地方其实数字很多 还是比较高的 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他们也读了不错的学校 受了很好的教育 那么工作呢 也非常的努力 这些跟其他的国家还真的不一样 你像这些发达国家 那么他们呢 有一些底层 他有时候是自愿的 我也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我们国家发达 对不对 那么一些基本的保障 还是有的 那至少比中国强很多 那中国是说什么呢 很多底层你不干活 你不往上走 你不是说 这个日子过得多好 是没饭吃 对不对 当然不至于饿吃 但是的话 你总得有一碗饭吃 那还有一点区别 就是中国的这个底层的数量 太庞大了 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 而这些庞大的人里面 有相当多 他是有奋进的能力的 不像他们一些国家 已经是 反正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爷爷也是这样 就是那个英国 那个7UP 每隔七年去拍 去拍一段的 反正爷孙三倍都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好争取的 对不对 反正又没有二十 但是我们中国这不一样的 你父母给孩子的期望就很高 这个民族本身又非常勤劳 而他又具备往上走的这个意愿 也具备这样的能力 就不像他们的 有一些他就没能力 本来因为他比例很小 可能就10% 20% 我本来就是没能力了 学校就不行 这个我也不想好好工作 每天喝点酒 对吧 再抽个大麻什么的 这日子又这么过去了 但是中国的这个 旧光农村出来的毕业生 就多少呀 那么他们年轻肯干 这个真的情况就不一样 就会造成什么 底下的力气特别重 因为我不安分 我不愿意 我不甘心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不甘心 就这样就 就还是跟父母辈一样 毕竟觉得自己受教育也高很多了 这些原因 而且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喜欢讲 王侯将向宁有总夫 从历史上来讲 也真实情况就是怎么样子 每隔几十年 一两百年 整个社会情况就完全放个个 所有人就打回原形 都重新开始 有这样的 就我有机会再走上来 这点还真的是很不同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这个鲁裕采访 罗斯柴德家族的第五代继承人 那个鲁裕坐一辆豪华轿车 开了很长的时间 才到那个庄园的那个房子那里 这过去是郁郁冲冲 那个楼已经几百年的时间了 是一座很漂亮的古堡 罗斯柴德家族几百年 还有那么牛 大家想一下中国社会 有没有几百年前的家族 两百年前的家族 到现在还非常有钱 好像一个都没有 我们前面说 那个浙江瑜伽 他们在中国很根本上百年的时间 但是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对不对 而且他们家族的话 其实也是几经起伏 也没有那么巨量的财富 当然你从好的角度是说 他们西方的这个民主宪政 保证了你只要不放法 这些财富都是你的 但是从更大的平衡角度来讲 这个财富 这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是有限的 对不对 每年靠科技创新 这些当然是把蛋糕做大 但是你永远站在这个位置 你把蛋糕永远切到这么大 这么大的角度 那别人肯定少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情况又是 就是历史上 就最近一次也是七八年那一次 对不对 或者说四九年建政之后 那又是一次彻底的大洗牌 七八年之后又是同一起跑线 当然除了极少数家族 就是最顶层的那一家族 对于绝大多数 99%的中国 99.9%的中国人来说 你就是七八年同一起跑线 就看谁 有胆时 这个游泳气 有这个文化程度稍微比别人高点 稍微多动脑筋一点 就是大家也都不甘心做底层 所以这个情况都是非常复杂 好的 那么这一集内容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 我想以后尽量去固定一下 就是提前一天 早一点上传网 每天固定一个十点 然后播出来 那么也有观众说起 你怎么有一些时效性不强 一方面是我受到枪枪上伦型的影响 它经常是录播 几天的节目 一天做网录播 而且我有时候做节目是网上 比如现在我就已经到了凌晨12点 那我可能说现在是26号 可能27号才开始剪 如果要做字幕 可能一天时间28号才能出来 有时候还要加标题 各种东西 就是横着过来的这一道 所以时间会造成延误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 枪枪的影响 还有包括这个 因为上传节目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造成这个不稳定 那么将来后面呢 我尽量的保持稳定 就是在东八区 格林伊兹东八区的时间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前后的样子 去把稳定让大家看 好的 那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